好,同学,我们又来到一个全新的开始 人家说这个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对不对? 坏的开始嘞?是不是失败的全部啊? 这也不一定,那看你方向,对不对? 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就是来抓对方向 来,我们现在是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开始哦 什么是全新的开始? 我们就是要开始正式来介绍物质的三态变化 以及前热,这个七一安前 那等一下老师会讲什么是前热 也就是有些人念前热啦,都可以啦 首先呢,不能免俗的 我们要先介绍一下本单元的学习重点 有四个,第一个我们会介绍什么是物质的三态 还有什么是相变 那个别去介绍这个相变的过程是什么 还有名称是什么 什么叫三态呢? 以前老师不是有介绍这个固态,一态,还有七态吗? 对,这就是态 那态的英文叫做state 那后来呢,我们会再进一步介绍什么叫做相变 相这个英文这个字啊,叫做face 相 那什么叫相呢,偷偷泄露一下 其实相呢,就是指一种均匀的状态 均匀哦 均匀,匀怎么写?这样写? 均匀,所以有时候你将来越学越多 比如说你上大学啊 上大学啦,或者上研究所呢 你会有时候会学到这个字叫做homogeneous 就是均匀的意思 或者是叫做同质 这你越学越多 所以为什么这个高中教育非常重要 要对一些东西慢慢开启你的视野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第二个重点就是要学从这个粒子模型了解物质的三态变化 这个粒子模型老师之前有大概有透露一下 就是像那个一个一个分子的排列的紧密程度 这个我们这一个章节呢,会再进一步的介绍更detail的内容 那第三个重点呢,就是相变与浅热 浅热叫做latin heat 哎呀,什么是相变? 原来是呢,这个比如说从固体变液体 或者从液体变气体 这就就是相变,对不对? 那可是呢,在这个发生相变化的时候呢 这个我们会发现有一种东西要介绍进来 叫做浅热 那浅这个字啊,就是顾名师就是什么?浅浮的意思,对不对? 什么是浅浮啊?浅浮就是看不见 那什么是看不见的意思啊? 就是说啊,这个东西啊 是静悄悄的,你看不见的热 举例来说 来,请看右手边老师画了一个非常简锐的一个图 你们家里是不是会有烧开水啊? 啊,有啊,烧开水 你烧烧烧烧 是不是要把水烧到沸腾 才不会有细菌啊 放冷才能喝,对不对? 好,如果你下次烧开水的时候 你放一个温度计,你试试看哦 你会发现啊,这个水在沸腾的时候 沸腾的时候 也就是所谓的液体变气体的过程中 好,你继续在那里烧 好,可是呢 你放一个温度计 你会发现啊,这个温度计 还是保持在100度C哦 那这时候有个问题啦 你在这个过程中 不断的怎么样 提供热量 不断的有提供热量哦 那可是温度为什么没有上升啊? 没有错 这个热量啊,这个能量啊 都提供在这个浅热里面了 所以老师会介绍什么是浅热 这个也是有一些重要的数字 要跟你介绍的哦 最后老师会介绍什么叫三项图 三项点 这三项图啊 顾名思义就是有三个项 哪三个项呢? 这个我大概简单化一下三项图 大概一般来说就顾项会在这边 然后这个液 液态会在这里 还有气态在这里 也就是说任何物质都会有一个三项图 那老师之前有介绍水 对不对? 水是我们生活中常常见到的 对不对? 水会有冰 是不是? 固态 气态 蒸气啊 或者液态 对不对? 那其实不光水哦 金属也是会有三项图哦 所以不要怕 那我们开开心心的来学习吧